陆迅作为江东四鹰将之一 曾因火烧流贝七百里连营而声名远扬 孙权认为陆迅有超市之功 文武之才 对陆迅是推崇位置 所以陆迅才得以出将入将 然而陆迅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却突然被孙权逼死 孙权为什么要逼死 才一手栽培起来的陆迅呢 敬请关注 一中天拼三国之 逆流而上 在陈寿的三国制度 除了三国各种之外 将相大臣们一般都是几个人物合为一卷 只有朱可亮和陆迅每人独占一卷 可见陆迅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步 陆迅作为孙武政权江东化的代表人物 却是江东众多众多众优秀人物中出将陆将的唯一艺人 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却被孙权逼死了 历史上关于陆迅之死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卷入了太子与鲁王之争而死 而易中天先生认为陆迅之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区别 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陆迅之死的背后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 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因三国之逆流而上 上一集我们讲的陆迅之死 陆迅之死呢是个谜 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呢 一般认为陆迅是卷入了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 争夺储位的这样一个党争 而这个陆迅呢他又是拥护太子的 不断的上书给孙权讲保太子的道理 惹翻到孙权 但这个说法呢可以讨论 为什么可以讨论呢 就是因为陆迅死了以后 卷入太子鲁王党征的其他人 很多人升了官 这张表里面 列出来的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人 我们看到有的人受了处分 有的人罢了官 有的人被处死或者逼死 有的人升了官 有的人没事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履律看一下 我们马上就会看出问题来 被逼死的陆迅 吴俊吴县人 被流放罢官的故弹 吴俊吴县人 被处死的吴灿 吴俊 吴县人 也就是有事的都是江东人 没事的是谁呢 诸葛克升官 他是什么人 他是流亡北市诸葛景的儿子 升官的还有布置 林怀 怀因人 流亡北市 吕黛 广邻海林人 流亡北市 没事的 市营 北海 引领人 流亡北市 没事的 腾与 北海巨县人 流亡北市的后代 而且 后来和诸葛克克一起 还做了孙权的故命大臣 那只有很清楚 孙权在这儿是以什么划线 不是以拥护太子 还是拥护鲁王来划线 他要整的全部是江东人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朱鲁 朱鲁也是吴俊无限人 而且朱鲁和陆迅都是吴俊四大家族之一 吴俊四大家族 朱鲁这回也没事 朱鲁当然后来也挨整了 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 因此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来 这一次孙权就是要整陆迅 而陆迅挨整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他当了丞相一年以后 而陆迅我们知道 一直是东吴的上游统帅 在长江上游的统帅 驻守武昌 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 前线总指挥 孙权的这个前线总指挥是四任 第一任周瑜 第二任鲁迅 第三任吕蒙 第四任陆迅 所谓东吴四大阴将 陆迅这个地位是很高的 很重要的 然后又当了丞相 不折不扣的叫做出将入相 一人而身兼文武二职 军权和政权都掌握过了 何等重要的人物 为什么要整他呢 那么也只能猜测 那么我猜陆迅癌整 是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他是 第二他是江东市 第三他是江东市 市族当中最大的市族 四大家族之一的陆家的人 那么第四 他还是江东市族当中 在孙权政权里面 官做的最大的 权力最大的人 孙权不能够把这么大的权力 交给了江东市族 功高盖主 是肯定的 影响太大 也是肯定的 因为当时太子也好 其他的人也好 都和陆逊的关系非常好 甚至还有学者 比方说 马之杰先生猜测 说 这个孙权怕接班人 驾驭不了陆逊 太厉害了 他儿子将来继承的地位 管不了这 重臣怎么办 等等原因 但是我觉得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孙权和江东市族之间的 这种关系 这种纠葛 因为我们看江东市族 我讲了 有江东四大家族 于 为 故 怒 于 代表人物于藩 这个是差点被孙权杀掉的 魏 代表人物魏腾 差点被孙策杀掉 我们讲江东基业这一集的时候 讲过孙策要杀魏腾 后来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就站在水井 跟前说你要杀魏腾 我就跳下去算了 因为你要杀了魏腾以后 大家肯定要反对你 为什么就因为魏腾 他就是四大家族之一 这个江东四族的势力太大了 孙策没敢杀 那么顾呢 顾雍 顾雍是善终的 但顾雍的孙子 我刚才讲顾谭 卷入陆逊一案 被罢官被流放 而且顾谭的这个弟弟也受到牵连 他的姐妹也受到牵连 这里面确实是有 孙权和江东四族的矛盾 通过义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 陆逊并不只是因为卷入到太子孙和 于赌王孙霸争夺处备而被逼死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江东士族中的代表人员 孙权虽然利用江东士族在江东作坏了江山 但是对江东集团一直是不信任的 所以总想有机会收拾江东人 孙权终于借这次夺处之声 收拾了一批以陆逊为首的江东人 而在此之前孙权就曾收拾过江东士族 那么孙权骨子里为什么要与江东人 过不去呢 刚才我说到于藩 于藩是差一点被孙权杀掉的 怎么回事呢 就是有一次孙权请大家喝酒 孙权这个人很喜欢喝酒 我们前面也讲过 一喝就醉 一醉放休 到了喝得差不多的时候 孙权就起来给大家争酒 一个一个倒过来 到了于藩 快到于藩跟前的时候 于藩就装着喝醉了 往地上一倒 等到孙权 一看他醉了 算了没到 就到别人那去争酒了 孙权一走过去 他一爬下来坐起来 坐好了 孙权勃然大怒 你这不太不给我面子 你是纯心的吗 拔出箭了就要杀于藩 是被大狮龙刘姬上前一把抱住 说主公啊 主公啊 于藩杀不得 于藩是天下名士啊 请你想一想 杀一个名士是什么样的 恶劣的影响 这是孙权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曹梦德能够杀孔仁 孤为什么就不能杀于藩 于藩有什么杀不得 柳姬就抱住顺群 曹梦德是杀了这个恐龙 那不是弄得 大家都在骂他嘛 那不是一片骂声嘛 殿下呀 要学就学尧顺吧 不要学曹操 曹操怎么可以学习呢 孙权这酒才醒过了 对曹操学不得 那好了不杀于藩 吓到命令说以后大家记住了 我喝醉酒说杀谁 不算数啊 不要执行 但是于藩最后还是被打发到 郊州去了 郊州就是现在的广东 广西再加上越南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 于藩口出狂言嘛 那有一次孙权和张钊 两个人在一起讨论神仙问题 这倒本来也是个伪命题了 说正带劲的时候 于藩插嘴 把手指着张钊 对孙权说那都是死人 他们都变成死人了 还谈什么神仙 天天哪有神仙 孙权勃然大怒 就把他打发到郊州去了 我们看孙权呢 是把于藩当作吴国的孔荣来看待的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还有一个人也说了类似的话 这个人是谁呢 诸葛亮 诸葛亮在蜀国 也像曹操和孙权一样 对付过几个氏族和民事 比方说 廖利 被诸葛亮废了 来敏 被诸葛亮废了 都是废为平民 而且诸葛亮在废 来敏的时候 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他说来敏乱群 过于孔文举 孔文举就是孔龙 就是来敏这个破坏捣乱 散布流言蜚语 制造反动言论 破坏安定团结 比孔荣还严重 这意思很清楚 是吧 孔荣破坏 大局 被曹操杀了 你来敏的罪过比孔荣还严重 我不杀你是宽大为怀 那么也就是说 于藩 是吴国的孔荣 来敏 是蜀国的孔荣 不管是蜀国的孔荣 还是吴国的孔荣 还是魏国的孔荣 都不会被 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所容 也就是说 魏蜀 三国的主要领导人 都和这些民士 都和这些士族 是有矛盾的 而且正是这些矛盾 才使得 我们的三国的历史 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被判出 孙权与江东士族的矛盾 是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的 可以说 前有车 后有职 曹操 诸葛亮 与士族和名士 也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易中天先生认为 正是这种矛盾 才造成了三国现在的样子 那么为什么三国时期的这些实力派 要与这些名士们过不去 当时的士族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 我们必须给大家讲讲 什么是士族 士族 就是世代为官之家族 就是一个家族里面 世世代代都有人做官 这个就叫做士族 大家可能要问 这个一个家族 怎么世世代代就做官呢 难道做官就他们家的事 士弟 在东汉末年 做官确确实实 就是某些家族的专门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做官不容易 他有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世人 第二必须通孝经学 第三必须被举为孝联 孝联就是孝子联士 就是道德品质优秀 这是德的要求 通孝经学 不是经典 经学 就是熟悉儒家的学术 这是才的要求 必须是世人 是身份的要求 世人又是什么呢 世人就是世 世在春秋战国时代 是最第一级的贵族 春秋战国时代 贵族四个等级 天子 诸侯 大夫 世 那么到了秦汉呢 世是平民的最高一个等级 平民有四个等级 世 龙 公 商 世就是世民 农就是农民 公就是公民 商就是商民 商民经商 公民做工 农民物农 世民读书 世就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 用现在的话说呢 就是劳力劳动者 用当时的话说呢 就是劳心者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 治于人 所以 世龙公商 世的地位是最高的 而一个人必须又是世 那就是说你不做工 不务 龙不经商 你必须这样 你还要书读得好 你还要道德表现好 你才有做官的资格 这样的人就太少了 而且一个家族 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 通过读书而做了官 那这个人肯定培养 自己的儿子也读书 也让他做官 对不对 这样一来二去 读书做官 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 职业 这样的家族 就叫做士族 这个阶层的特殊性 在什么地方呢 三个方面 第一 垄断仕途 因为他们诗书传家 他垄断知识 通过垄断知识 去垄断仕途 那个时候办诗学 那个时候 也不是谁都可以读书的 谁都读得起书的 谁都读得懂书的 谁都读得好书的 只有这样诗书传家的人 他才读得了 于是他就代代做官 这就垄断了一块做官的名额吧 第二呢 这个做官的人呢 他有推荐权 那他推荐谁呢 第一个推荐自己子弟吧 还推荐谁呢 他推荐那些 出生比较差的 但是书读得好的人 这些出生差的 地位低的 家庭条件不好的 读书人 他做官也不容易 就由这个大的氏族 来推荐他 这么一推荐 这些人和这个大氏族之间 他就形成了一种 非血缘的家族关系 在政治上 是君臣关系 在情感上 是父子关系 那么这些人将来 又做了官以后 他又有推荐权 他推荐谁呢 他至少要拿一部分 名额出来报恩吧 那么这个大的氏族 他像滚雪球一样的 怎么滚起来了吗 越滚越大嘛 另外他还有一条什么呢 互相推荐 比方我家是大氏族 你家也是大氏族 我可以推荐官 官吏 你也可以推荐官吏 那咱俩换换 我推荐你的人 你推荐我的人 第二个特点呢 控制舆论 为什么呢 能够控制舆论呢 因为氏族 他本来就是因为 会读书才做官的 他本来就有文化 有学问 有文化 有学问的 就话语权 在当时的情况下 普通老百姓 哪有话语权 他也不能上网 是吧 去发帖子 有话语权的 就是这些 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 他就控制了 而且他本来就 有知识 有文化 他就成了 文化界 学术界 理论界 思想界的领袖人物 他一成了领袖人物 他周围就 会团结一大批 泰学生 和民事 泰学生是什么 泰学生就是 国家干部学院的学生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第三梯队 后辈干部 民事是什么呢 民事就是 那些社会上 有名的 有话语权的 有很多粉丝的 永登的 这样一些人 有名的世人 第三个特点 就成为豪强 因为他有权 有势 他的家族 就在地方上发达起来 就成了一方 豪强 这样的豪强 就叫做世家大族 也叫做一贯望族 也叫做民门望族 还叫做 世主的 势力的事 还叫做 世主世界的事 这些都是指 这种家族 而那些没有权势的 没有名望的 没有地位的家族 就叫做宿族 也叫做寒族 也叫做寒门 世主 垄断仕途 控制舆论 成为豪强 他就成为社会上 一股非常强大的 政治力量 到了东汉末年 他就成了 支撑帝国大厦 三根支柱之一 那三根支柱呢 外戚 宦官 世主 士族垄断了仕途 这就占领了上层建筑 控制了舆论 就掌握了意识形态 士族有权有势 最终成为豪强 又把握了帝国的经济基础 老东汉末 帝国的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 全部都掌握在士族手上 这些士族就应该顺理成章的 成为这个帝国的统治阶级 可是这些士族 不得不面临着新兴势力的挑战 那么 这些新兴势力 是依靠什么崛起的呢 事实上 三国以后的魏晋南北朝 就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但是为什么 士族地主阶级 并没有在东汉以后 马上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呢 因为门法遇到了军阀 门法就是士族 士族也叫门法士族阶级 保护士族阶级的制度 既叫士族制度 又叫门法制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制度 那什么叫门法呢 门法就是 门帝 门望 法越 门帝就是家族的 社会地位的贵贱高低 因为那个时候人是分三六九等的 一等人 二等人 三等人 四等人 他有高低 这个高低叫做门帝 帝就是次序 门望是什么呢 名誉声望 罚越是什么呢 功绩 经历 就是一个家庭 他有个什么功劳 他有个什么经历 这个东西呢 是在当时的士旦人家 这个家门口啊 是要贴出去的 贴到门口 表彰自己的功劳的 叫做法 表扬自己的经历的 叫做月 你看我们知道 月和历史 能够合一下月历 一个法 一个月 左边是法 右边 是月 合起来叫法 法月 这个法月 再和门帝 门望合起来 就叫门法 所以后来就用门法 这个词来指士族 所以门法 就是有着 特殊的社会地位 社会声望的 世代为官的 这样的大家族 那么军法呢 军法就是 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 地方豪强 那么 这样一说 大家就清楚了 门法 军法 都是法 但此法 非彼法 门法 为法 靠的是 声望地位 或者说的再通俗一点 靠的是硬霸子 有官印吗 说上 军法 为法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武装力量 说的再通俗一点 有枪杆子 那么如果天下太平 中央政府 对于地方有控制能力 另行 禁止 大家都服从 这个时候什么管用的 硬霸子管用 我发一个红头文件 啪 盖个工章下去 他就搞定了 如果天下大乱 中央政府控制不了地方 甚至皇帝 由天子变成了浪子 到处流浪 这个时候管用的是什么 枪杆子 这个时候只能用拳头说话 所以门法不敌军法 斗不过军法 而东汉末年 恰恰是这样一个状态 天下大乱 诸侯歌剧 风烟四起 战士平人 谁不理谁 谁不听谁的 各自为政 门法不管用 得靠军法 那么第一个 杀上历史舞台的军阀是谁的 董卓 董卓本来就是个地方好强 又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 那当然是军阀 那我说刚才说过 帝国是三大力量在支持的 这个外戚 宦官 士族 董卓进京之前 以袁绍为代表的 士族 联合以何敬为代表的 外戚 和 与张让为代表的宦官 进行斗争 结果呢 两败俱伤 何敬呢 被宦官杀了 宦官呢 被袁绍杀了 那这两个柱子就没了 倒了 剩下一个士族 董卓进京以后呢 还是想跟士族合作的 他甚至把一些士族绑架来到朝廷来做官 但是问题 董卓这个人 他不会合作 他不懂怎么跟士族合作 士族也不愿意跟他合作 他说董卓和士族落反 那董卓变成孤家寡人 烧了洛阳 劫持皇帝 跑到西安 这些士族们纷纷在各地 拥兵自重 变成军阀了 董卓登上了历史舞台 首先给士族当头一帮 士族阶级 才知道他们的好日子快要结束了 他们当然不会善罢担休 于是 他们选出士族的代言人 袁绍 准备重新夺回士族的统治地位 那么袁绍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吗 他们士族阶级 将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 他们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的愿望 最终能够实现吗 这个时候 历史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或者说到了一个三叉路口 中国向何处去 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而最有想法的两个人 就是袁绍 袁绍的想法很简单 走东汉的老路 恢复东汉的秩序 而且甚至 不再有外戚和宦管这两股政治力量 最好就是我们士族这一家 来统治这个国家 奉行一条儒家士族路线 所以当时很多人支持袁绍 理想当时各路诸侯成立 关东联军的时候 为什么要选袁绍做盟主 袁绍当时的这个官职并不大 官职最高的是袁绍 左将军 袁绍是渤海太守 第二位是韩父嘛 冀州牧嘛 袁绍等于是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 那上面还有省长 为什么选他做盟主 就是市族地主阶级看好袁绍 袁绍加四四三公 袁绍自己 其实也还是很有才能的 所以当历史进入军阀的时代的时候 门法便寄希望于袁绍 这才有袁绍和曹操的官渡之战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官渡之战 曹操胜的是非常的险 都看好袁绍 刘备叛逃嘛 董成 这个政变嘛 这个刘表 是心里面是骗袁绍嘛 孙策在后面做小动作嘛 怎么偷袭许多嘛 还有周围的郡县都 背叛曹操投了袁绍嘛 孔荣呢 更加是在这个许多大放厥词 散布袁绍不可战胜之神话嘛 被寻遇驳斥嘛 后来 曹操战胜袁绍以后 从袁绍的大本营里 收到很多自己这边人 给袁绍写的那些书信 他不敢追究 一把火烧掉 他其实是不敢追究 但是结果怎么样的 结果是 关渡之战 曹操胜利的袁绍失败 这样士族地主阶级的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而曹操走的是什么路线呢 他要建设的是什么政权呢 陈映确先生的说法是 法家韩族之朝卫政权 而曹操的路线在北方中国得到了推行 一个法家韩族的政权开始建立起来 但是曹操终于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 为什么呢 南方对抗北方 他过不了长江 当时长江沿线三个州 扬州 荆州 金州 益州 周牧都姓刘 扬州牧 刘瑶 金州牧 刘表 益州牧 刘烟 刘烟死了以后 刘章 都是中士 刘烟本人还是民事 由于长江的阻隔 由于南方对北方的对抗 孙权和刘备起来了 孙权和刘备起来以后 就有了第三次重要的战争 宜邻之战 宜邻之战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孙权吃不掉刘备 刘备也吃不掉孙权 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 实际上是诸葛亮和孙权达成协议 二帝并尊 瓜分天下 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 就很清楚 整个三国的历史 就是士族地主阶级 试图成为统治阶级 而被另外一些力量所阻挡的历史 曹操 刘备 孙权 都是阻挡 这个潮流的力量 所以我称之为 逆流 而上 是反潮流的 但是 魏蜀吾三国最后都归于晋 而晋 就是地地道道的 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三家归晋 就是天下归士族 但是魏蜀吾三家 他们的建国道路是不同的 他们的归晋原因也是不同的 那么他们的建国之路和他们的归晋原因又何在呢 请看下集 殊途同归 在汉武帝的晚年 有一个人得到汉武帝极大的信任 他的出现彻底改写了武帝朝的后期历史 这个人就是江冲 他出身世景 一度还是被通缉的罪犯 却在窘途末路之时 一夜发迹 成为全清一世的风云人物 那么江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敬请关注王立军独使记 汉武帝之重信江冲